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好 我们先来看到今天台北股市大盘指数的部分 又是一个标准的垃圾盘 靠着台积电今天继续创新高 最高已经来到738元的价位 收盘730上涨了5块钱 也带动加权指数的部分 今天早盘冲高 最高来到19453又创历史新高 那收盘稍微有点拉回 但是仍然上涨81点 以19386点做收 现在指数靠着台积电继续拉高上去 问题也出在 你看到类股轮动速度真的越来越快了 当指数今天创新高的时候 前两天一堆人说AI股大涨 IP元件的股票智慧财的股票 都是这地方最值得你注意的结果呢 现在你看到了 今天指数在创新高的时候 相关的智慧财的股票 像M31有没有 今天股价下沙跌停 1805块大跌200块做收 具有科技大跌了31块 收在355.5也跌了8%的幅度 神盾跌了半支停板 大跌了17块半 同个集团的安国 今天还杀到跌停板 那到底为什么指数在创新高 今天这些股票又杀声隆隆了 前阵子很多人还套在 这个AI伺服器 AIPC 航运股 观光股 现在连这个地方 IP智慧财的股票也在下沙了 到底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 该如何操作才能稳扎稳打 掌握赚钱机会呢 好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就先来看看 现龙老师是怎么样稳扎稳打的 再来帮助会员朋友 利用快打当冲作战 帮助会员朋友掌握赚钱机会的 那今天我们锁定的标的呢 在网通族群当中 WiFi 7概念股的一个正文 那正文的部分最近利多频传 那我们说到去这个地方 他说到去年下半年 就已经开始下这个量产 WiFi 7的产品 别人可能在今年下半年 才要大量量产 他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在出货了 那今年出货量很有机会 去超过这个WiFi 6 换句话说 我们讲网通股当中的 WiFi 7概念股 正文绝对是这地方重要的指标股 但是当昨天股价大涨所涨停的时候 主要买盘疑似于来自短线 我们讲的喜欢做隔日充的大户 而当今天早盘开高震荡 一度又出量再拉高上去的时候 在这里低档又开始有大笔的 微买单挂在那里 看起来买盘很强劲 大单又在瞧紧 微买单又多 很多人就想要去追高抢劲了 可是这个时候可以去追吗 虽然我们看好 网通WiFi 7的题材 但是当昨天股价涨停 而且主要买盘来自于 我们说的短线大户 那重点是今天早盘 拉高也有这地方 大户在反手出货的迹象了 这种状况出来 县荣老师我会建议会员朋友 当别人在追高抢劲的时候 我们先做一个短空 短空指的就是先做卖出 来看一下这9.08分的时候 当时股价冲高到40.7元的价位 底下还挂了大笔的微买单 有没有上面这地方买单比较少 底下微买单有五六百张 四五百张的一堆 看起来买盘很强劲 股价又在继续冲 很多人想说 有没有机会再拉一根 但是如果你学过 县荣老师的技术分析 你会知道在这个背后 很有可能大户在做什么 这我所说的又多吸引散户抢劲 接下来是在拉高出货的 所以在9.08分 我们也建议会员配要 证文短空4906的证文 技术面其实拉高的背后 有转弱讯号出现 我们就建议大家 40.5到40.7元之间 先做卖出 停损定在41块的价位 目标放在38.5 请物以示价最高杀低 这是今天9.08分 我们就已经发出指令 当时股价冲高到40.7 我们40.5以上 先做一个短空先卖 指令发出之后 今天没有多久 又开始反手下杀了 股价的部分到了这地方 19.21分而已 最低已经杀到这地方39.1 今天由于盘市这地方来回震荡 我们也不贪心 杀下来看到唯买单 杀下来看到又有大户想要撑盘 因此我们在9.21分 也建议会员配要 早盘40.5以上 短空先卖的证文 反手下杀之下 会员朋友可以在39.3以下 来做买回获利入带为安 恭喜大家 所以今天跟着我们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卖在40.5以上 39.3以下来做回补 今天又有机会赚个1块2以上的价差 假设百万额度 今天很多人做了25张 25张下来今天又可以怎样 一张1200又可以在一天之内 严格来讲半小时之内 由跟着我们的脚步来做操作的 今天又有这地方30张小朋友 3万张3万的一个红包 放进口袋了 继续的稳扎稳打 利用当冲掌握赚钱机会 那从上个礼拜 228假期结束之后 你看到2月29号 我们操作联军 那天也是这地方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短空先做卖出 那天平均卖在69.1 杀下来68.3买回 16张小赚个1万2入带 礼拜五操作技嘉那天攻击讯号出来 我们短多先做买进 这地方转强讯号出现 350.5以下短多先做买进 一波急拉上去357.5 这个地方以上卖出 顺利的7块价差 3张又赚回2万1赚起来 那今天在昨天休息一天之后 今天操作正文又成功的 帮助会员朋友有机会将1块2价差 25张3万的红包放进口袋 所以从这地方228假期之后 目前三战连胜之中 持续稳扎稳打的 在帮助投资朋友 利用快打当冲的方式 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稳稳的将获利放进口袋 盘后又空手又高枕无忧了 再来继续找下一个赚钱机会 当然我也再三强调 当你看县龙老师节目的时候 重点不是要只看县龙老师 今天又有机会 跟着我们赚多少钱 而是重点在两个字 两个字方法 我也常常强调 只要方法正确 不愁没有赚钱机会 那为什么方法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想要做当冲 但是没有正确的方法 结果都是怎么做呢 都是坐在电脑坐在电视前面 看到现在股票什么在大涨在急涨 只要有急涨就去追 有大单敲进就去抢 当然当你行情好运气好的时候 常常赚个两三千就赶快跑 俗称赚到了买菜钱 你以为就很开心了 可是你发现行情好运气好赚个两三千 可是当行情只要一线入整理盘 甚至现在指数还在涨 但是变成我们讲的垃圾盘 拉台机电其他个股 反而轮流出货的时候 你常常就怎样 急涨追高追了就套牢 追了就套牢 那套牢万一你又不懂得控制风险 又想要凹单又想要留仓 想要等解套 甚至改放长期投资 最后变长期套牢 最后很容易这样 就变成有几只股票越套越深 越赔越多之后 最后受伤惨重 这几只股票让你重伤惨赔 到最后很多人做当冲 赚到了都赚个两三千 一赔就重伤惨赔 这时候才来抱怨说 这都是行情不好 这都是运气不好 这都是当冲不好 是真的这样吗 不是 都是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只是盲目在追高 其实就真的只是在靠运气而已 这样可以吗 当然不行 当你赔了钱再来找一堆理由 再来找一堆借口 那你要记得赢家是为成功去找方法的 只有输家才在帮失败找借口 所以关键 谢荣老师都再三强调 最重要就是两个字方法 任何事情成功之道都一样 第一步就是要找到正确的方法 把复杂的事变成简单 简单变重复 重复变得更好 自然就有机会这样一档一档赚下去 那谢荣老师做当冲 我也都跟大家讲过 我们绝对不是说盲目在那里 看到今天什么在大涨急拉了 冲赶快追 这个叫做靠运气了 谢荣老师做当冲 每天都在按照SOP 第一步先观察好盘式 攻击盘我们短多先买 整理盘我们短空先卖 要做多我们要先买 找大户进货 转强的股票买进 拉高上去再来卖 对不对 只要做空我们找大户出货 转弱的股票先做卖出 杀下来回补 一样能赚钱 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遵守机率理性操作 就是这样的原则 你看到有攻击机会来了 我们短多买进 整理盘我们短空卖出 甚至会员朋友想学 到底怎么找大户进货 转强的股票 大户出货转弱的股票 这个部分 谢荣老师在极品操盘团队 官网的会员专取里面 都有操盘及技术分析 线上的教学 教大家怎么用技术分析 了解对手大户进出货的手法 掌握股价转强转弱讯号 以及每个月都还有 这个会员专属的 当冲实战教学 教你怎么去判断当天盘石 要做先买还是要做先卖 要先卖怎么在选股 怎么在股价大涨之前 找一步掌握出手时机 要先卖怎么选股 怎么在股价急杀之前 找一步掌握出手时机 停损获利目标又怎么设定 这个我们都有在教会员朋友 只要一年期以上的 都可以有个人的专属账号密码 都可以进来收看 那我们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在帮助会员朋友 你看到攻击机会来了 前天上礼拜五 我们操作技嘉 对不对 是不是发现大户在这里 洗完盘又空了 准备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了 好我们短多先做买进 那时候股价还在震荡 有没有一早350.5以下短多先买 那买完之后股价一波急拉上去 我们也不贪心 357.5以下通知大家卖出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七块加差 三张两万亿入带了 那攻击机会来 我们就这样短多先买 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高减无忧 碰到整理盘 像今天指数虽然在涨 又是拉机盘 又是拉台积电 很多个股其他在出货 那证文昨天还在涨停 结果短线隔日冲大户 今天就是在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我们就先做卖出 有没有 趁着急拉上去40.7 我们40.5以上来做卖出 下沙39.3以下来做买回 一块以上的价差 25张3万的红包赚起来 不止今天赚 你看到这个地方上个月 我们操作震发 不也是同样前一天还在锁涨停 隔日冲大户 短线大户锁的 隔天散户在抢劲追高的时候 大户在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先做卖出 有没有 趁着股价拉高上来 35.1附近来做卖出 卖完之后反手下差 33.9以下买回 目标33.5也都有达正 一块二价差 30张3万6的红包 一天加薪3万6 迅捷同样也是前一天 唆思涨停 隔天这地方 散户才要追高的时候 短线大户又在拉高出货了 转弱讯号出来了 短空先做卖出 那天我们卖在89.9附近 杀下来85.9买回 找一步出手 跌下来又是四块价差 12张48000的大红包 开心入袋 就是这样 你看到 我们就是每天 在重复同样的一个模式 找到正确的方法之后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简单变重复 重复做得更好 自然就有机会这样子 一档接一档的赚下去 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当然也如果投资 怕认同宪荣老师 这样的操作模式 这样的操作方法 想要跟上脚步的 都欢迎大家 好 接下来的行情 我仍然再度提醒投资朋友 当然指数的部分 在这个一个多月前 就已经跟大家讲过 大盘指数的部分 当外资开始认错 翻多回补买超台积电 高点这里不用预设立场 但问题也处在 结构差异会越来越大 会变成垃圾盘 让你赚指数赔价差 之前一堆人追航运 现在套牢在阳明万海 对不对 之前一堆人追AIPC 现在套牢在宏基 华硕 人保 然后开红盘之后 又去追广达 现在也套牢了 开红盘之后去追伪创 现在也套牢了 那今天包括M3D 包括聚友科 包括神盾 包括安国 也全部都下杀重挫 造成的指数看起来还在涨 但是就像我说的 就是一个垃圾盘 拉个台积电 也其他个股 反而涨上来 其他大户就要拉高出火了 造成了指数在涨 你到处追逐所谓的强势股 反而到处讨牢 满天赚金条 一追又讨牢 到最后都在赚指数赔价差 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都说过 最重要就是大盘到这个阶段 已经虽然看起来还在走高 但是进入到陌生段 抗农游回的时候 个股差异就会越来越大 很容易赚指数赔价差之外 更要去提防 因为这个盘 你说随时也都有可能在这里 嘎完空之后 开始这样反手杀多 所以像今天IC设计这些股票 为什么杀声隆隆 就讲安国就好了 就是标准到我们所说的 嘎空过后 融卷高档被迫强制回补 你看到之前股价在涨的时候 一堆人跑去放空 等到这个上个月 融卷全部强制回补归零了 这时候融卷被迫不在高档 大户就趁机出货 出完货就这样反手下杀 这就是标准到 嘎空过后 融卷高档被迫强制回补 然后补完已经没钱了 全部断头出场了 大户也趁机出完货 出完货就开始反手杀多 所以这也是这个盘式 在接下来最要小心 当三月份四月份开始陆续 会有所谓的强制回补潮 看起来最强势的时刻 也可能是准备反转而下 在这种状况之下 虽然大盘看起来还有机会功高 赚钱机会还是可以把握 但是务必要去注意风险 但是你说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说 你想要掌握赚钱机会 但是这里要顾好风险 最好的策略就是跟着我们采取 盘中满手赚了这种盘后空手 高枕无忧的快打当冲作战 继续稳扎稳打 利用我们所说的SOP 观察盘时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个股 确认转折果断出手 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当天进当天出 稳稳的将获利放进口袋 当然如果你说就是不知道这个盘 先做多还是先做空 不晓得哪些股票大呼在进货 哪些股票大呼在出货 谁在转强谁在转弱 所以就只能闭着眼睛追高杀低 然后到最后反而赔了钱 再来抱怨行情不好 运气不好吗 我们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加入 由我献榮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每天你看到我们按这个地方 按照SOP 提供大家最多就两档党重股 像今天也只有唯一一档 这地方这个4906的政文 最精选的股票给你 不会给你一堆股票叫你设飞标 不会带你杀肩杀出几十趟 清除的告诉你该先买先卖 清除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所以不是报一档股票给你 叫你自己市价追高杀低 还是给你一个支撑压力 叫你自己参考 没有我们价位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没时间看盘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简讯通知 没到假需要修正无论如何 当天待进当天待出 就像今天政文 一早通知大家40.5到40.7之间 先做卖出的动作 那卖完之后反手下杀 最低杀到39.1 我们建立大家3.93 39.3以下买回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就有机会赚回一块二价差 25张3万红包赚起来了 那不止今天赚 看到这地方上礼拜联军 也是同样的模式 先卖后买之下 16张12000入袋 技嘉短多买进拉高上去七块价差 三张就2万亿入袋了 那今天政文我们目前三战连胜之中 持续努力利用当天进出 帮大家要严控风险 并且用有机率的短线操作 但是我们要达成的是 长期而稳定的绩效 如果投资朋友认同现龙老师 这样的操作理念 或是想学习现龙老师操盘的方法 怎么去判断当天盘式 先买先卖 怎么去掌握先买的股票 并且在大涨之前 找一步掌握出手时机 怎么去掌握先卖的股票 并且在急杀之前 找一步掌握出手时机 停损获利目标有怎么设定 想学习现龙老师的技术分析 怎么去了解对手 大户进出货手法 怎么去掌握股价转强转弱讯号 这个部分想要深入了解 或是想跟着现龙老师 一起来掌握赚钱机会的 广告休息时间 都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内容 马上再回来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掌握分析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孙子兵法说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能因敌变化 而取胜者未知神 股市如战场 我也常常强调 你在买股票之前 一定要先去了解股价 它到底现在的结构 它的趋势 处在哪一个位置 那我把股价的结构 股票的结构 分成四种 第一个潜龙无用 第二个建龙在田 第三个开始飞龙在田上去 第四个抗龙有毁了 那如果你要买股票 你要做波段的 记得你要买在建龙在田的时刻 代表是趋势刚出入头角 准备大展身手 产烈在萌芽期 准备进入成长期 股价低档开始转强 这时候把握上车的机会 然后耐心持有 接下来自然就有波段 获利可期 等到飞龙在田上去了 趋势已经如日中天 气势如虹的时候 产烈在加速成长 股价也最强势的阶段 这时候你会发现 你强势股在前面 建龙在田的时候 就已经提前布局 这时候就只是要继续报好 当然乐观勿望神圣 因为飞龙在田过后 往往就是抗农有回了 所以如果说你前面没有买 这时候看到飞龙在田上去 才想要进场 请注意风险 这时候我会建议大家 对于飞龙在田上去 已经飙上去了 但还很强 可以赚 但是就是当从操作为一了 所以如果你要做波段 记得买在建龙在田的时刻 也就是我们之前跟他所说的 找到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真正业绩成长的好公司 低档布局 像去年的代表作亚利 那时候才三十几块 发现了营收在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囊 业绩持续成长之下 法人也在持续卡位 我们那时候在33块半以下 建立会员配偶分批在做买进 当然现在已经涨到一百多块了 这去年的代表作 上个月一月份 我们跟大家在节目当中 介绍过的IC设计 新的黑马瑞鼎 同样也是营收持续两位数成长 启动成长动能之下 又兼具殖利率高达8到10%的存股价值 这样的股票 我们也在股价低档的时候 那时候399以下 开始建立会员配偶买进 最低还有到374可以买 那最近也飞龙在天上去 这个礼拜最高也冲到498 哇快要一百块的幅度 创新高了 那你买在这个建龙在田 现在飞龙在天 不就是报好就好了吗 不用现在才去追 对不对 然后华汉 这也是上个月 跟大家在节目当中 提示过介绍过的 三能商机售汇股 营收创历史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又兼具存股价值之下 建立会员配偶那时候 还有264以下可以布局 最低还有255可以买 今天也创下波段新高 313.5飞龙在天上去了 所以这就我说的 你当然不是叫你现在去追华汉 叫你去追瑞鼎 更不是去追压力 而是证明给大家看 就像我们所说 找到有爆发力的产力 有成股 有成长兼具 成股价值的好公司 也要懂得低档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来做布局 自然就有波段的获利可期 那接下来我们也正在锁定 2024年台股四大机会 尤其包括WiFi 7 这部分我们也在锁定 有没有像这地方 类似华汉 类似像瑞鼎这样子 兼具成长跟价值的 存股价值的好公司 可以低档布局 电动车 尚有援进 以及三能商机 都是我们接下来注意的重点 二月营收正要陆续公布 我们也正在陆续锁定之中 那想要做大波段布局的 想掌握瑞鼎 甚至像这个亚利 这样的好股票的 都欢迎大家 那小资族当然也欢迎大家 跟我们一起采取当冲作战 我们这个二二八臭联军技嘉 以及今天的正文 三次出手三战连胜 持续稳扎稳打 用当天进出严控风险 有纪律的短线操作 要帮大家达成长期稳定的绩效 那投资炮 不管你现在 小资金想做当冲 大资金想做波段 我们都有特别的优惠 要提供给您 欢迎大家指名加入 由我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 优优独立创